大家好 歡迎收看樓市事件 先看看最新一期CCL 是報181.35點 按週升了1.13% 結束了兩星期的跌勢 今集適逢今年是香港回歸25週年 我們請來詩先生和我們討論 25年來樓市的變化和生態的變遷 詩先生你好 你好 你作為地產界的老航專 其實回歸前已經在香港從事地產代理業務 你覺得當初回歸前後的時候 樓市的生態和環境有沒有轉變 長期以來 香港的生態環境是高地價 即是香港人已經習慣在高地價環境下生活 他的財富儲存模式 或者銀行的借貸模式 做生意的資金調配模式 沒有一樣不受到高樓價的環境影響 這是九七之前的大部份情況 九七之後 董建華上場之後 刻意要改變這種生態環境 推出了八萬五 令到供應無論在一手市場 或是在資助房屋方面 都增加了很多 加上剛好遇到亞洲金融風暴 樓價大幅滑落 中原城市指數是九七年 七月一日推出的 當時是一八點 升少少之後 一直跌跌到下去只有三十點 即是跌了七成 跌了七成 是不是皆大歡喜呢 最初董先生的想法 就是樓價便宜了 人們容易買樓 對前景也有信心 有成家立業 可以安穩的社會 另外對於商界來說 租金便宜了 放在用物業方面的資源少了 便容易賺錢一點 成本輕一點容易賺錢一點 經濟應該好 但是效果出來 就不是這樣 樓價跌了之後 人們不敢買 因為買樓不是一種消耗性 你不是買東西回來吃 便宜的時候 便宜多一點 樓來說是一個投資性持有的 買了會跌的 買來損失 所以跌的時候就沒有人買 另外香港人的財富很多在樓 他的資產大蒸發 租金便宜也沒有用 租金便宜要便宜很久 所以才積了一點 樓價跌 如果跌了七成 是將別人一生的努力付諸流水 不可以只計樓水帳來往帳 還要計算資本帳 資本蒸發對社會影響很大 即是人們發覺自己的財富 蒸發了 不要說負資產 還欠銀行一筆錢 只是覺得自己的財富少了 消費意欲都低落 另外 錢少了 用來再投資的能力都少了 所以社會就整體進入一個通縮負面的互動狀態 當時每個人都叫苦連天 連一直都贊成壓抑樓價的反對派 都出來說要救市 當時才出宣九招 所謂宣九招就是 減低樓宇供應 供屋又是少建居屋 不建設私人發展商 又要用勾地表 政府不會特別自己買地 另一方面又輔助業主 收租又不用租務限制 又鼓勵人們投資移民 來香港買樓 變成180度轉彎 由壓抑樓價到扶持樓價 即是這頭港跪又那頭港跪出 捧樓價上去 到2003年,沙士之後樓價都跌了六年 1997年開始跌 1997年開始跌 2001、2002、2003 這段時間樓價大部份都處於一個 香港人很多人買得起的水平 連發展商賣樓都標榜 我的樓價比居屋便宜 但是都一樣沒有人買 居屋都搞到沒有人買 要變私樓賣 所以樓價跌 是否真的解決了問題 又不是 反過來又去救樓價 真印權年代 基本上是因為樓價下跌 就嚇傻了 變成有勾地表 令到政府沒有去主導樓宇供應量 變成發展商可以自己決定勾不勾地 這個情況令到樓價重新升到高位 施先生你也提到有兩個政策 25年來不止兩個政策 基本上兩種 一種就是 禁 禁完又托 現在 托上去了 又升到新高 由梁振英年代開始 這次不算禁得很成功 都出了不少招 真印權年代尾 我記得已經出了額外印花稅 打擊短期內轉讓 你都不是住的 連投資都不算正式投資 只是吃價錢的上落 短期轉讓要給額外印花稅 後期還出了有買家印花稅 疑似置業 以及工商店的印花稅 買家印花稅是針對外來的投資者 以及機構投資者 都成 樓價的30% 即是 出招不可以說不重 因為收了30%印花稅 等於那個人 頭過10年的租金收入 都不夠 還投禮做甚麼 所以都很辣 但這些辣椒 只是令到樓價在高位 沒有再上升 但是沒有辦法令到樓價 大幅跌下來 原因就是 供應量實際太少 由於供應量少 你不需要就普通人的購買力 你的銷售對象只是社會上最高收入的1%的人 他們當然購買得起 這是造成樓價居高不下的原因 只要供應增加 發展商就需要將銷售對象擴闊 他要照顧更多人的負擔能力 他要照顧更多人的負擔能力 樓價當然要低一點 現在他不用照顧那麼多人 每年只有萬多個 樓市回歸以來 就是按下去 又拖回他上來 現在拖上來又開始下降 但未能下降 我擔心現在的經濟開始不好 西方現在進入滯漲 如果樓價又跌下來 是否又要去救市呢 現在的風險就是 要按他下來的時候 一旦支持崩潰 可能又會跌過籠 這是要小心的 你剛才都說到 其實這麼多屆的政府 對於樓市或樓價 可能都是歸納兩招 要麼低 要麼托高 你又見到他們都出了不少招數 有沒有說 你覺得哪一項的政策 真的做得很錯 你又有哪一項政策 是覺得最欣賞的呢 董建華用增加供應的方法 其實是最黃度的 他說增加供應的時候 他都花了不少 不算很長時間 他九七年上任 最初他說八萬五 那些人都還嘲笑他 行不行 不要只得個說字 實際上去到2000年 他上任三年後 那年落成的樓宇 公屋加私樓 總共去到10萬個單位一年 所以你都不可以說政府是沒有辦法 如果政府有心做的話 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你有沒有說哪個政策 本來你禁錄下來 要香港人面對現實 你們自己想樓價低 那就不要托他 難得轉了做低樓價 那你幹嘛要救他 你就由他一路便宜 你熬過頭三年都熬慣了 由低的基礎 大家去住好一點 經營、做生意的成本低一點 看看可不可以將香港重新經濟復甦 但是這樣去組織是很辛苦的 真是踏石仔,逐些逐些搞好 最快的人升值,樓價升值 太古城二萬個單位 其中一個單位升10% 有2萬個小業主同聲歡呼 你以為是虛的 樓價可以去銀行抵押 譬如他層樓由8、5萬升到400萬 他做生意,他都可以開LC 所以最快由價格上升帶來好處 但這樣帶來好處,社會就分裂了 香港大概一半人鬆一點 有自己的物業,那一班便得益了 還有一半人購買不到樓 又不能升值,那就很不滿 但香港也算好 50對50 有些外國是1比99 很多人不滿 所以香港人現在要想清楚 你是不是真的準備在低地價下生活 所以我自己覺得,搞到香港變低地價 都不是香港人之福 我不代表他們,但我看到他們在低地價時 其實是憲苦憲忽,軟天軟地 我認為最好的做法,就是政府 將市場分開三個部份 一個部份,就是連租金都給不起 他們只能由政府補貼 住連租公屋 這些房子不影響樓價 另一部份,就是香港人的首置用屋 這些房子,政府不用收這麼高地價 因為香港人不是給不起建築費 而是給不起地價 地價是誰收呢?政府收 政府不要收這麼多,願意收少一點 那些房子只賣給永久香港居民 他們一生人,只准買一間 不准拿來出租 出售都要賣給核資格的人 只要你這些房子建築小一點 有錢人的後代不會跟你爭 爭了也沒用 難道贊助交管理費交差項嗎? 又不能租 自己又不會住的 例如你最多500呎一個單位 難道叫你家成的兒子去住嗎? 所以他們又不會爭 只會被香港永久居民一生中買一次 到他有能力,住大一點 他就要與市場、其他人一起競爭 包括內地來夏、阿拉伯王子、俄羅斯商人 總之,你與他一起爭 但私人市場,香港有其他的資金入例 可以維持著高樓價 所以私人市場高樓價 港人首置市場,就有緬地價優惠 一生一廁 另一部分,就相對低收入的公屋去輔助 這樣就不會影響香港的高地價環境 私人市場高地價 這是正常的 紐約不高 倫敦不高 香港作為金融中心不高 但香港普通人都應該得到一定的保障 這25年來 你有沒有說一件樓市的大使,你是最深刻的? 其實剛才提到的就是我最深刻 留下印象就是 我最深刻的,我發現樓價低了之後 未必經濟立即得益 即使租金便宜了 都只是一個月一個月便宜 要很久才便宜到一個數字 但樓價跌了 是幾十年的積累一次過蒸發 那個衝擊其實是很大的 大家不可以不計算那筆數 剛才提到的8.5萬政策 很快就因為有些反對聲音 又看到有些外來因素 令樓價都下跌 令到很快就取消了這個政策 現在這個情況,我們都面對著很多 都不是很快取消的 樓來說是沒有得那麼快取消 沒有得那麼快增加 亦都沒有得那麼快取消 即是你想增加,又要去找地 又要平整土地,做基建 又通水通電 你是搞很久才出來的 你搞好都批了地 賣了出去,發展商都開工 人家投資都投資了 不到你停,停就政府罰你 根據批地條文 你要在什麼時間之內完成 蓋多少樓,政府規定了 你無得停 所以你想停 都可能要35年後才看到的 價錢跌下來 如果現在政府想著壓抑樓價 但現在看到 可能也有一些內外因素 都在打擊樓市 現在再去壓抑樓價 會不會都會擔心 引起一些本身都有樓的人去反彈 現在如果是按我自己的觀察 已經不是打擊樓價的時候 因為客觀大環境已經幫你壓抑 政府現在更加要關心 會不會在錯誤的時間出招 令樓價大跌 因為現在去全球化 經濟一定受損 因為以前全球化 大家發揮自己的優勢 去補充別人的藥巷 現在不是了 自己不會做,都要自己做 有什麼好處呢 所以去全球化之後 經濟運作效益會下降 無論國際貨幣基金會 世界銀行 對未來經濟的預測 都是相對負面的 經濟不好,樓價好不能去哪裏 現在樓價全靠供應 樓價好時,通常需要用家、投資者、投機者 一起入市樓價才好 現在,投機者不來,投資者不來,剩下樓價 少少地便消化得了 如果增加了,用家吃完不夠 還想賣給投資者 投資者現在都不敢看好 市貨幣很容易撐不住 回歸度,現在都升了1.4倍 樓價差不多 其實之後,猜股處的數字 就差不多1.4倍 如果之後的樓價,你覺得它的發展會如何? 還會不會升得那麼厲害? 你從低價計算 由以前中原承認指數30% 現在變成180多% 你當然升了很多 你從100%升到180點 如果以香港過去的情況,回歸25年 以往計是樓價升幅比較少的年代 不是升得多的年代 在同期,如果你跟深圳比 或者內地其他一線城市比 香港樓價升,是升得很少的 所以說樓價這25年來升得多 不是事實 多與少,你跟過去歷史比 才可以,不是只能與你自己負擔能力比 以過去的情況來說 你25年,升幾個歷史比 之後的升幅會不會都是這樣? 升多與少 如果不計人為因素來說 你應該與經濟增長同步才是的 香港經濟如果有增長,樓價便可以升 香港經濟如果沒有增長 就要靠供應少去維持的價格 你覺得年輕人將來真的要買樓? 現在很多年輕人都說 我現在已經很難上車了 將來會不會越來越難? 現在年輕人根本不是買樓問題 而是競爭力夠不夠的問題 現在世界面對的挑戰是很大 買不買到樓還是一個投資 如果他與世界的經濟發展脫節 他比其他地方的進步失息 他接下來的生活就會受到很大壓力 前景就沒有他前一輩那麼好 這個反而我替他們更加擔心 買不起樓 其實在世界上 不是一個最值得關注的問題 現在的情況會比之前惡劣 因為一個又沒有全球化 另一個中美的磨擦 已經演變成為中西文化文明的衝突 接下來的日子是不容易過的 明白 今集有多謝詩先生接受訪問 究竟回歸25周年之後 樓市會如何發展 我們就拭目以待 今集的時間到這裡 下集再見 隨意一下 謝謝 incom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